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月15日 星期一 大家好 這集都是聯合廣播 我們想跟大家說一下英國 香港 中共 現在的局勢 我們做聯合廣播通常都說一些大事 這樣 由於最近的情況 英國 變了 積極了很多 跟香港事務 而且跟中共也開始直接對壘了 時勢是有點變化 由原本的對局焦點 中美的博弈 現在是有一點點轉了 香港議題上 現在是 主導變回博弈的 變回中英雙方 因為中英聯合聲明 這個 簽了的文件是放在聯合國那裏 註冊了 英國以前 一直以來 其實英國有個心態就是投鼠忌器 他的歷任政府 也不想直接跟中共有什麼 過招 即是不想跟中國有什麼過招 其實英國的 取態一直 是有點像 留在議會的民主派 當初你會發現 很多時候他們覺得 如果我什麼東西都跟你反面 什麼東西都跟你對抗的話 我就可能連 原本我 控制到有say的地方都沒有了 但是是什麼呢 我不可以說這個邏輯一定錯 但是當你面對著那個對手 中共是越來越無恥 越來越出千 越來越無賴的時候 這件事情 那個 關心其實是變得越來越小 甚至乎是根本 你關心也沒有用的 現在這件事情 不單止出現在 香港原本的溫和反對派 甚至乎直接出現在英國 因為我們看到英國 自從 二次大戰之後 他那個國家的策略 可能一來要防蘇聯 他一直就推出所有的殖民地 盡量也不跟別人有什麼爭拗 除了福克蘭之外 福克蘭真的是被人入侵 真的被派兵過去佔領了 所以英國人真的不覺得人 一定要派兵 但是 現在英國其實打算交回香港給你 其實他也打算算 但是現在的中共是越來越過分的 過分到 你抓的那個黎智英 其實是英籍的 他也交代不了 向國內也交代不了 他有時候 想放棄也不能放棄 現在是被逼著跟你對壘 其實很大程度上 香港港共政府的做法 就是拈著了英國民眾 令到 很想很縮骨的英國的政府 是很難 不能縮骨的 你再縮下去其實是等於 等於是你告訴別人 我甚麼都不做 我是壞子 沒有一個政府可以這樣 現在因為換了首相 其實我們也有些擔心政策 不能延續 從2020年 國安法通過之後 到了8月尾 Johnson宣布BNO可以接收香港人 我覺得英國其實 慢慢轉變了他的政策 從脫歐開始 脫歐之後的英國 他覺得 他可以重拾以往的 那麼大分量的一個世界的主導者之一 起碼美國主導全世界 英國 可以主導歐洲 脫歐的時候不是主導的 脫歐的時候不是主導的 脫歐就是想擺脫歐募國控制 想要重拾自己的自主 他沒有那麼大野心的 但是 到了再之後 發生了俄烏戰爭 情勢真的有變化 因為發生了俄烏戰爭之後 英國在歐洲的領導地位 明顯地是因為他在火拍著美國 美國 和英國是主導的這件事 北約的領導 德國和法國是縮在後面 其實嚴格來說 北約的軍事領導就是美國 英國 因為德國本身軍隊很薄弱 他當時主要是靠美軍去保護 法國 軍隊不是說沒有 法國就執入了僱傭兵 他自己本身本國的軍隊 法軍 大家很少聽法軍 法國軍隊 主要是僱傭兵 英國為甚麼 軍事力量 雖然 以數量來說不是排在最前的 但是在世界上還是數一數二的原因 數字差很多國家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其實他 跟美國 是一個 影子關係 基本上所有行動是等於美國 幾乎在背後 永遠都是跟美國 緊密共同行動 我之前看過一套電影 當時的伊拉克戰爭 第二次要搞侯塞欣 當時的小布殊 為了要哄英國出兵 做了一份假文件 他就想哄好英國就一起出兵 因為如果沒有英國的手限 其實美國也沒有辦法單獨出兵 所以 在北約的層面 其實英國的份量是很大的 當然比德國大大 所以國際的局勢變化 使得英國的 地位和方針有所改變 是事實來的 如果世界和平沒有紛爭 大家要說賺錢 英國的賺錢能力 是比德國弱的 英國就是因為世界有大事發生 反而令到他忽然之間有主導地位 所有民主國家都很擔心經濟 所有民主國家的政府都搞不定 德國當時也不敢大力支持烏克蘭 因為 天然氣搞不定 冬天來了 這次的冬天又那麼暖 而且天然氣已經買好了 所以他就可以大力支持 英國現在被香港 夾上台 英國單獨面對著中國大陸 可能不敢出聲 但是現在最有趣的地方 是港共政府自己做外交部 每一樣東西自己出來回英國 一個特別行政區 對著一個歐洲的國家 敢這樣去開拖 這樣才有趣 你好像害怕英國不回覆你 現在他夾了英國上台 我們其實也要做多一點 原因就是 我們要幫忙推動 因為英國 民主政府的民意是要主導的 他不是權貴作主 是民意作主 所以我們在這裏的責任 我們一定要把這個民意 告訴英國人 英國其實可以做多一點 所以我們例如 剛剛說鄭雁雄 鄭雁雄說的話我很喜歡 他很喜歡把他翻譯做英文 鄭雁雄把這個死人相簾出來 英文文宣 我們網友可以做的 就share這張圖給英國人看 所以做英文就可以了 他說 他說不可以 不觸碰英美利益 你圈著英國 利益就給他看 他明明要觸碰英美利益 就給英國朋友看 這個就是香港的新冠 就是這樣 這些是新冠病毒 這個已經夠了 不用只想怎樣去找英國的政治人物 給多些英國人看 沒有人會不興 其實英國人一般都很關心 我反而覺得 時政方面 英國人一般都很關心 你說他不關心 不過有時候關心 就無謂一點 關心天然氣價格 電費急升 超市的東西就貴了 是很正常的 很多地方人口多 6000多萬人也不是小國 這裏的水電煤是真的 在你的生活費裏面 因為你香港不說 因為你的租金太貴 所以使得其他幾樣東西顯得 比例一點也不大 這裏就不可以了 這裏相對租金便宜 所以 他那個價錢 那個 能源價格 你覺得很貴 北方那些地方 北方那些地方的租金沒有那麼厲害 屋子的成本低的時候 水電煤就很厲害了 可能冬天 可能要二三百磅 屋子的租金也是幾百磅 可能水電煤到了接近租金的一半 我們繼續說 現在香港 對於英國 越來越 那個 挑釁性 越來越上升 因為你其實是不對等的 起碼是前中主角 很多東西 英國說他沒有話事權 你直接否定他那個話語權 英國人怎麼會 吞得下口氣 其實好事來的 這班人那麼瘋狂 真是自大 他們 他們似乎 犯了一個很嚴重的毛病 他們看英國 看得太過表面 英國那個 軟實力 和undertable 做的事情 你真的好像沒有遺意 英國做了很多事情 這次 李梓敬和另一個女人三月來訪問 到時是不是應該找人扔雞蛋 抗議他們很正常 令到他們來到這裏變成過街老鼠 去到哪裏的人抗議他們 或者有些舉班要把他們拘捕 這些是國務政權的走狗 我們應該要研究一個行動 我們應該要模擬一個行動的演習 作為練習 這個應該需要的 RHKTF 到時我們再詳細研究一下 我們說回黎智英這件案件 其實真的是把英國拘捕得好 這個 本身英國叫做新衛城 蘇南克 其實是很濕的 但是你令到他 叫他站在腐背 他現在上縮也不能縮 你天天地回覆他 他 只要軟弱一點點 那些選民就 不喜歡了 這裏也說民意的 所以 現在我覺得 反而事情 是向好的方面去 黎智英的 報紙報道了 他已經來到了英國 也 要向外國求助 環球時報 也一樣 環球時報也要幫忙 幫這件事火上加油 就是說 他已經落實了 勾結外國勢力的事實 其實現在這一群人 他們不會回頭的 他們回頭 他們只會失勢 其實這群人他們是不會不玩的 就像鄧炳強 鄭雁雄 李家超 這個我覺得叫令左密右也不夠準確 他們這群人是透過 就是搞鬥爭上位的 他們 不是阻不阻我問題 總之他們就是要繼續搞 不搞他們無以為計 柴 燒不下去 他要不斷地捧一些新的話題 燒 其實我們也怕 他不玩 現在他玩就好了 繼續玩下去 激起英國的民憤 然後我覺得 連美國也激起了 其實是那些人自己在幻想可以搞經濟 這群人在當家作主 這群人是要繼續令火燒下去的 他們有甚麼可能會讓你搞經濟 你很矛盾 你又要經濟好 你又要搞經濟 你現在又說要動英國利益 我問你 你是不是要把英資 要對付 他在指手劃腳的 匯豐啦 太古啦 太古啦 你想怎樣 剷了太古城 蓋過 變回船路 那些業主是甚麼 那些業主好像大陸那樣 好像大陸那樣 強拆 大陸也賣了的 你看北京 你想管香港 剛才上一節就跟他講 習近平想管香港很容易 你把北京那一套 照搬下來 叫蔡奇做 拿好辦主任 搞低端人口 蔡奇是政治局常委來的 沒辦法降職 那找甚麼呢 找另一個姓蔡 叫他兼任 港澳小組組長 協調小組 頂回韓正以前的位置 他應該是把 清理 低端人口的方式 清理香港的人 太古城不低端的 蔡秤的別墅是三千多萬一間的 雖然在香港島那裏肯定不是最貴 相宜的價格 根據北京的蔡秤的別墅是三千多萬一間的 也會被人強拆的 要拆中半山的 要拆麥當勞道 以下的全部要拆掉 馬賓里道以下的全部要拆掉 香港公園下面 麥當勞道一定要拆的 保運道上面可以放過他 真的可以啊 在那裏蓋國安公署 蓋紅安新區 把雅賓里充公 用來做國安公署臨時辦公室 香港公園都看了 裏面的住客都趕走 收回英國領事館 我們蓋得很漂亮 碰英國利益 美國領事館 收回了就行了 那裏蓋得很難一點 因為賣錢給人嘛 說真的不對等的 英國每天都動你中國領事館 搞到你 要搬 四條街圍著你 四條街都改名 全是香港 新疆 西藏 你 應該要做些事情 對準英國的嘛 不是出來想撩港新聞就算的 是真的要做的 不應該叫金鐘道的 這個要挑釁一點 我還沒想到 鴉片道 鴉片戰爭道 東印道公司 然後 把所有英國做的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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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的壞事更多 鴉片戰爭道 很多年前的人在說笑 說港督府應該改成這個戒毒所 鴉片戰爭紀念館順便做了戒毒所 事實就是 董建華就不住了 林鄭英第一時間搬進去住 所以你們說這些是漢奸 這些就是漢奸 暖英暖到這樣的 住親禮賓府也是這樣 董建華有點骨氣 就住家衛員 梁振英當特首就立即搬進去住了 林鄭月娥也不用說了 好 今天我們 這一節我們評論著英國的局勢 接下來我覺得局勢 會不斷的 擴大 你放心 我們會全力協助英國 做很多你們 不覺得在桌面上會發生的事 你放心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 大家好 我們在 2023年 即是今年 1月28日 是農曆的大年初七 我們會在黑池 舉辦 我們的今次大型網聚 而今次的網聚其實有兩大主題 第一當然是 因為說了很久了 要在黑池 跟英國北部的朋友 見面 和大家聚聚 第二就是我們會成立我們的charity 希望到時可以多些朋友參加 發揮香港人 助人 互助的精神 希望到時大家可以參加 我們 開始時間是下午的兩點半 大約是到六點 或者六點半左右 會有很豐富的節目 也有很多的 嘉賓 到時我們會收取10磅的茶點費 有香港的奶茶供應 港式奶茶供應 也有一點點心供應 到時希望見到大家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 就可以收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 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在這年多裏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使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張誠偉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